新台灣 新台灣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新台灣加油 我是主持人 徐國勇律師 來 大家看一下 天平台風 重創了我們整個南語 整個南書 起了之後 魚子會再會漁翻 如果那個房子 貼成鋼筋水泥和藥 房子上都沒有牙 整個被移平了 最可怕的是竟然連飛機跑道都被破壞掉 飛機場 飛機場跑道整個模棄內 好 大家看一下 藍雨像廢墟 中國時報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麼嚴重的事情 就問我們的總統在哪裡 我們這兩天我們的總統行程在幹什麼 會給大家報告 我們的總統有關心我們藍雨的居民嗎 藍雨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 還有核廢料 如果核廢料 因為這個颱風 是不是破壞掉 還是有什麼問題的存在 民眾很擔心 大家去訴訟一下 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有關心嗎 藍雨的官員跑哪裡去了 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很憤慨 藍雨雖然居民不多 大部分是我們的原住民 是我們亞美族的原住民 達悟族 對不起 要叫達悟族 以前叫亞美族 他們現在正名叫達悟族 我們島主的原住民在那裡 我們要去炒店七層轉賣麵包 我們的文化事業 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這是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經濟有問題 各位 經濟問題 我們的景氣 就連續九個藍燈 長 我們要去炒店七層轉賣麵包 我要去炒店七層轉賣麵包 現在不是第十個 可能是一個 十二個 會再三個藍燈 這是蘋果日報的頭版頭條 所以各位 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 有在關心我們的民生經濟嗎 沒有 我們的總統在做什麼 我們的總統在跟他說 阿扁如果保外就醫就是放了阿扁 這種謬論惹來了這麼大的爭議 多少的法律學者在罵馬英九說 你怎麼可以把國外跟台灣不一樣的東西 做不正當的連結 然後連結到假釋來呢 昨天我們的法務部說什麼 說這是變相的假釋 還在替總統說謊話 總統說醫療假釋 明明沒有這個東西 昨天法務部還在替總統謊這個謊 謊這個謊 圓謊 然後怎麼圓謊呢 竟然說這叫變相的假釋來替他圓謊 今天法務部自己出來又講了 講什麼 講說的確啦 我國沒有醫療假釋這一個制度 為什麼 因為所有學者都在罵這些法務部的官員嘛 你們都是讀書人 都是讀法律的 你們的法律讀到哪裡去了 奇怪咧 馬英九說 保外就醫就是放了 不會再回來了 今天 蘋果日報找出了很多的例子 單單在今年保外就醫就有26個人 回籠 就是說他保外就醫醫好了 又回到監獄 所以表示這一句話就告訴什麼 告訴我們總統昨天 前天在說謊話 在恐嚇人民 可是他又好像在安撫他深藍的那18% 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法務部 我希望說 今天 你們有在側路 你們都有在監看 包括特政組都在監看 你們也知道我們今天會談 有關什麼林律師的事情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談林律師的事情 你們一定會監看 所以我要問你們 到底有沒有醫療假釋 還站出來講清楚 站出來講清楚 我歡迎法務部長 法務部的三位次長 法務部的主任秘書 包括特政組 或者是你任何檢察官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的律師來談一下 來辯論一下 到底馬英九講得對 還是我們講得對 還是你有在替馬英九援謊 所以我們非常想起 怎麼台灣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所以我要做一個文 要跟大家說 大家開始在說 眾人接差 我還好 現在人家在說什麼 眾人接好我獨差 所以各位 這是什麼社會 所以今天 我們要集林律師這些問題 集這些相關的民生經濟 跟大家好好地來探討 當然今天還有一個新的新聞 就是什麼 就是經消防署署長 前消防署署長黃濟民 涉嫌土利廠商超過一億 然後檢調四十一路大搜索 涉嫌貪污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因為我在做任務的時候 我跟這個消防署 他那時候是副署長 我跟他交手過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有關裝潢的防火材料 認證的問題 我認為消防署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當時我就 就這方面提出質疑 所以我在做任務的時候 交手過 我都覺得 這樣子會有涉嫌 土利廠商的這種問題存在 所以我 那時候講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有關的認證制度要改掉 當然 跟這件不關 但是我是在說 在整個狀況裡面 今天出現了這麼一個涉嫌 而被搜索的這個新聞 最新的新聞 所以只能夠這樣印出來給大家看 我心裡我在想說 好像也不怎麼意外 所以在這整個來講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大家去修課一下 我們今天從這裡 要跟大家共同來報道 我現在來 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 或是民進黨政立法委員 我們的鍾索漢 我們的專委員 郭勇好 大家好 來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余媚媚 媚媚 你好 郭勇好 大家好 資深政務評論員 他說 不要 政治評論員 不好意思 頭銜又跟你說不對 來 我們的林國城 我們青民黨的台北市市議員 郭勇好 郭勇好 各位鄉親大家好 來 政民進黨立法委員 我們的國會出名 出名的你好 西律師好 大家好 我們長部說出來 政器會第10個藍燈 我說得很對 消息不知為道來 等一下要叫他講一下 我們的民進黨 台北市市議員 總有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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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律師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看 林律師聽說 他介入都更 幫忙人家都更 幫忙都更完了以後 都更的業者 送他20顆羅鑽 價值多少錢 1億台幣 這麼好賺的一個都更 只是送給幫忙那個人要送一頁 其他要送多少 還有什麼有的沒的 都更的利益好大 大家想看看 但是裡面竟然林醫師也差一腳 來 先來看一看相關報導 今天拿藍正明天吃老飯 珍事諷刺到極點 2006年林醫師結婚 彭愛家一句玩笑話 六年之後一語成真 週刊金報 特徵組在7月初偵查地勇的索貨案發現 林醫師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 某上位建設公司的董作曾經開口 請托林醫師幫忙疏通一下 北部地區某一個都更案 事成之後林醫師開口要求建商 把上億元的匯款 換成20顆的大裸鑽來支付 後來地勇案爆發 林醫師被逮 裸鑽嬰兒沒有交付 我絕對沒有收匯 也絕對沒有為了索貨不成而施壓 我絕對沒有收匯 當著全國民眾面前林醫師扯謊沒完沒了 尤其特徵組才剛完成林醫師延壓動作 是否因為新的索貨案爆發 查出林醫師家族貪污的新市政 外界高度質疑 若往壞處想 就是代表說這件事情 他其實辦不出個所以然 因為他畫下很多紅線 在野陣營炮口全開 呼籲特徵組上井發條不要放縱 畢竟台北的文林院杜根案言猶在耳 全國多少小老百姓把不肖建商 因為杜根搞得家破人亡 如今一個林醫師將政商勾結赤裸呈現 馬政府的清廉形象早已荡然無存 三天新聞成立國周建威 台北綜合報導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說 今天出刊的一週刊報案外案延壓 林立市喬都根鎖二十顆裸鑽 鎖到鎖了沒有 其實真的還鎖到鎖 只不過因為陳吉祥的事件發生 所以呢 那個建設公司來不及 把二十顆裸鑽交給他 因為就出事了 但是已經準備好也要給他了 來 我們先來看這黑體式的副標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立市所會案再添一樁 特徵組調查發現 某營建業老闆曾請託林立市協助 通過一個都根案 招林所會一億餘言 並嚴明以二十顆裸鑽之父 原本這位大老闆以埋好裸鑽其料 林向陳吉祥所會案卻在此時爆發 建商準備好的羅鑽因此並未送出 另知情人士透露 兩年前陳吉祥找上吳門中 就是希望能夠尋求吳敦利 或其夫人蔡宁以協助做中鋼如渣的生意 今年陳再度找上吳門中 則是判能透過這位副總統的南投大樁角 南投大樁角 找吳敦利或蔡宁以為他主持公道 請林立市高台貴手 所以各位 這個已經出來了 那特徵組 有沒有這回事 如果你認為涉及偵查不公開 你要趕快講 這個是偵查 不可以討論 不可以公開 你要趕快說 不然我們一定要討論 來 最主要什麼 都根案所會議員的羅傳 主要是特徵組在搜索林立市的時候 在其記事本發現該建商的名字 及都根的名稱 特徵組以證人身份傳訊建商 該名上桂公司 話好 上桂公司 這呼之欲出 上桂公司的動作 向特徵組坦承 卻有遭到林立市所會 並指林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 協助他通過一個北部地區的都根案 之後即向他開價索取1萬1億元的匯款 但並未要求以美元支付 而是要他購買同等價值的羅傳交付 為此他共購買了20顆 總值上億元的羅傳 因請林立市幫忙的都根案 已經順利通過 事成後原本你買好價值1億多元 共20顆的羅傳要交給林立市的時候 卻剛好爆發了地勇公司負責人 陳啟祥檢舉林立市所會案 林蔚子遭到收押 他遭遇買好的羅傳 也就來不及送給林立市了 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不是人家只看這段 你要再深入講事情 在他紀事本發現了有建商 然後請他介入都根案 給了1億的羅傳 請問那個紀事本裡面還有什麼 好像曾經報導 當然法務部否認 曾經報導說有檢察長 要求巧人事 法務部這是否認 我們要把法務部的立場講一下 可是也提到什麼 校長 警官 有沒有 然後我們又發現有警官開賭場 開賭場 大家再想一下 整個就這麼簡單嗎 思考一下 就這麼簡單嗎 所以我實在很歡迎 思雄 你這樣看一看 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要寫這個 你想 怎麼會 會只有這一件嗎 其實我一直在想 你說1億 這羅傳20顆 一顆定義羅傳 差不多500萬 一顆500萬 對 是什麼樣的大案 你說一個都庚案件 敲好寫後 林醫師要拿1億 雖然還沒拿到 但是 如果跟一個案 林醫師有辦法拿到1億 這塊土地 一定不是在座民間民事 如果你民間民事 大家發育怎麼樣 你去敲 林醫師你算你老 建商也不用說 敲民間的 一定要 抗一聲叫做林醫師出來 這一定是牽涉的 北部這裡 豬庚裡面 這塊土地裡面 一定有公家的土地 喔 國有土地 國有土地 你如果真的要敲的時候 兩種埋葛 有可能那塊土地 不太大地 我行政的秘書長 把某一個機關 尤其只要是國有財產 很簡單 這塊不太大地 為了整個土地的規劃 我們就讓人 這種好敲 完整性 完整性 很好說 另外第二種就是 最怕是怕 林國城市這塊土地 世家庭 你要敲得很大地 當然他沒有敲肚庚 世家庭 你要敲國家 要敲小要吃大 以小吃大 有沒有發生過 喔 這台北市 李慶元就講過了 所以說 這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要小吃大的話 抱歉 絕對不是出來敲的人 拿到錢而已 不是林醫師 拿到錢而已 是真的把他倒下手 說不定 不要小便 說不定 有那個我送你一塊肉 送什麼之後 你們大家去分錢 以後我來吃乾脆 絕對沒有這回事 所以 防部或是特徵族 現在就出味了 有一些案 總是可以再查 大家都想說 無論你這條 就已經過夜 我們開始說 這裡也要去傳訊 他說沒有啦 叫來沒好 叫來他要跟你報認 各說各話 特徵族當中的態度是這樣 我現在比較煩惱的是什麼 一天一天一直撥 然後特徵族說 這現在是怎樣 景氣久藍燈 你現在讓我們特徵族散紅燈 紅燈是會的 都大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說 你做一個特徵族 有什麼認可的一個涉嫌 你只要叫他去問一下嘛 現在我們的特徵族不是這樣 水庸 我們待會再討論說 特徵族的當中有什麼 我們南部會再說 剛才水庸說出一個重點 這塊地到底是哪一塊 有沒有以小吃大 所謂的以小吃大 就是公家釋出一小塊地 或者是他有一小塊地 去吃公家的大地 這我記得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李慶元 我在集節目的時候 我在市場開工的時候 在罵這個 在罵說就是這樣 在吃政府 所以啊 大家去思考一下 到底是什麼地 在北部都一塊地 親親猜在林立市幫一個忙 就必須給一億 一億哦 請問一下 只有林立市一個人幫忙嗎 還有呢 再說一下 難聽話 一個都根案 只有白道 可能嗎 難道沒有黑道嗎 我們看看其他都根案 有多少都根案的 這些民眾說 遭受了黑道的恐嚇 難得在黑道親猜出民 他就好 帶你去辦事 不用拿錢 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想看看 多大的利益 然後推升的結果就是什麼 放第三大器材 是不是這樣 我們政府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想這是台北市議員 我在思考 剛才雖然說的 郭忍 你這樣 雖然是不敢政黨 在親民黨的 不過你有聽過這個問題 聽過這個要小心 我在想 我從紀元上來 都根本來露人口舌 切切實實在都根法令的當中 不要忘了 行政院有下一個命令 下什麼命令 就是當你都根的時候 都市發展的時候 政府有土地 你以小氣 吃大的時候 是要配合的 所以說 複製醫師 這二十顆的路線 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 還是怎麼說 因為我曾經在中山區 就有一個案子 他剛好200幾平 你有人去路線嗎 沒有 沒有 但是 你看他 我看他把豬就拿不到 但是 他有一個規定 政府 他的地上屋 是民間 寄存 寄存的房子 但是 地是政府的 上面有房子 私人的 但是土地是公家的 但是 到月來的時候 政府 國有財產局 他們就一定要給 建商去都根 然後 我們不是說 那個 西大利斯 你很清楚的嘛 這本來在五十幾年 如果是佔有 地上屋所有錢的時候 是優先存購錢啊 對 有優先存購錢 這不優先存購錢 這土地有102條 但是 說起來就很奇怪 所有錢人 也就是國有財產局 就堅持 一定要什麼 賣給建商 賣給上面的陳租戶 不是 我們本來法令 是有優先存購錢 沒錯 租戶要優先存購啊 而且在理論上 在國家的政策上 也應該這樣子啊 是 你為什麼 為什麼 地主就一定要賣給建商 他的理由就是什麼 都跟配合都市發展 這是政策 所以我政府機關一定要去配合 可是不要忘了 地上優先存購錢 這個人 他的權利何在 我在想 他是法律的權利 對 法律權利 但是這幾十年 是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啊 三百三十一的就對了 是有可能 所以他延壓 一定有他的理由 但是我們說實在 雖然 衣草甲報告 有所本 但是最起碼的反應 我是覺得特徵組 這是有可憐的 不是不可憐的 不過我要講 如果沒有這麼 特徵組沒有在查這個案子的話 那特徵組是不是應該也要替他 這個澄清一下 說林律師沒有這個案子啊 要給人家清白啊 你看 林律師的記事本裡面 聽說有五個檢察長 申籤啊 什麼去拜託林律師 法務部馬上出來跟他澄清 檢察長的名譽要澄清 然後林律師 這方面的名譽就不必澄清嗎 如果沒有這件事 要趕快出來澄清啊 為什麼 人道 人權是平等的嘛 還有要出來澄清嗎 這一定早起出來 到現在不聽出來澄清對不對 我想這個特徵組放的 蛤 你說什麼 我是在說他不澄清而已 你整個說不放的 我要說這個他放這個案子很大 意思是說他不是 他要延壓林律師 他不是沒有在辦就對了 他不是沒有在辦 他沒有當他小辦 繼續辦 但是他要轉移焦點 他現在就說 轉移什麼焦點 現在有這個20顆 下載的蛋白酒就進去 是 看到轉這個眼睛 這大人 表示特徵組有在大班 就不會想到我們剛才你說 有門中 阿嬌 有門中 阿嬤 這不是人 在照片有說的 有說的 是嗎 我們男人也會說到 重點會轉移去下載 你意思是說有輕重之分 是啊 他說 他說我們吳敦義這邊 吳門中這邊 這就是查無施政 這邊都有禁錮 你看我們都大班 我們這時候有禁錮的都大班 這轉移焦點的作用很大 反正林律師現在 他有一個人打起來 一定要做一個斷點 他一個人打起來 承認收錢 不承認罪 是啊 他一個人打起來 反正他再多不愁 這個案子還要扳下去的時候 反罪後再多不愁 沒有 他現在就是特徵主委 現在策略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真好的轉移焦點 轉移表示說 他不是不在辦案 現在林醫事件案 補法之後 大家都在搖去做事 只有一個人 這根本是第一章 他說來說是第一章 所以 如果以中國貪污的傳統 我以前讀一個英文主 就在專門研究 高高的貪污 中國是國粹的第一名 它的特色是什麼 一定是集體貪污 你如果抓到的都是冰山一角 這都... 其實貪污比較安全 互相掩護 對 這都整關的 你不知道說 中國最近有一個笑話傳載 說一個冰山因為貪污不抓到 要把一個人把水都抖起來 要用竊子探監 竊子說 爸爸我現在碰到一個困難 我要你下條子去跟誰講 但是我怕爸爸現在下條子沒有用 爸爸現在下條子才有用 那時候還不一定有用 現在才有用 現在就有用 因為我現在一個人吃下來了 大家都怕我供出來 所以下條子非常有用 說一個笑話 說一個笑話大家聽 說有一個冰山開的 突然間有人傳一個紙條進來 紙條寫什麼 說東窗事發的快跑 接著抓到的 抓到的 抓到的快跑 旁邊的人說 他去看他在找什麼 拿去看 念出來東窗事發快跑 突然間開花跑到沒辦法 大家都以為東窗事發快跑 不知道在說哪一個機會快跑 這就沒辦法證明了 這怎麼變成這樣 剛才我們在說到這20個路線 當然現在目前兩位台北市市場 都認爐是北部 我認爐在我們中部也很可能 對 中部也有 你看 我們中部水南基庭以前 我們來台北開花 到日本年的時候 都去水南 坐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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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典型的宜小吃大 公開的土地 水南基庭是國議員 那個國風波也同意 對不對 路外當然國風波 他轉去給那個國十三角 你地主是小地 建築是小地 你有材料 夾那麼大的公開土地來 來徒庚 路外 黑志強說要創一個 台灣塔 結果 什麼塔 台灣塔 喔 台灣塔 對 說要創一個台灣塔 我想起來 對 台灣塔 他就從地圈沒什麼幫助 他就要付這個 他說地標 對啦 所以我們看隔期早年 國民黨這些民意代表也好 政治點也好 早年的時候我們看到 他們變經土地的方式 就是說 你像 那個學校用地 有的很要求 加改變經做主題 你像台立高中 喔 國立台立高中以前就是 高中預訂地 學校用地 變成了主宅用地 就要讓建商進入 對… 那也是國民黨 這太過分了吧 那一個做過秘書頂的國官 做館頂的時候 對不對 就通過了 這太過分了吧 對啦 然後我會說 那時候我做生意願 因為那時候 我們當時計時三級 你鄉頂市一級通過 你館市政府通過 你要勝 我們現在 如果台北市那時候 台北市通過 要動用 來政府不要通過了 所以起碼的時候 這裡要有幾個關 當然我們剛剛討論到就是說 如果合併公開的台時 那問題最大 當然 立書台立高中 到最後了 因為 因為我當選選議員 我們要求勝 不能通過 就要回合做 效用地 好加菜 你給我救回來就對了嗎 對… 民進黨的 我們當然 對這個 我們是看不下去 但是 都經的利益的時候 這種的地方 長期以來都國民黨 一直在看我們照顧 怕人 對 要記者 嗯 秀醫師 我們現在來看 大家來注意喔 任憶世 收集委 收新代表 對 進步到美金 美金又進步到越生 選票 選票 這樣一顆小孩這麼大 對… 這樣這麼大顆 五百萬 你怎麼差就對了 欸 你這樣五百萬 老公的 我也會帝斯人 你這樣 一顆焦頭 喔 那人藍鑽就不及五百 那個藍鑽就不及五百 洪愛嬌有說過 吃藍鑽就要吃勞飯了 吃勞飯了啊 所以我們可以 看看他這個人 已經進化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他收多少紅包 收貪污多少錢的時候 得真正有價位 繼續對著下去嗎 這是我們要要求的地方 我們觀眾朋友 大家想想一下 你認為特徵組 會辦到什麼程度 大家思考一下 來 妹妹 我現在要笑了 誰要笑 你剛剛那個是什麼態度 大驚小怪 他那個都剛剛有什麼了不起 跟你說一件 國發院的土地 怎麼樣 有 當年第一次 給他們的土地唱歌 對不對 叫做機關用地 對 像這樣 我們馬大市長 做市長的時候 怎麼做 黨產有處理嗎 機關用地也可以改 變成民宅用地 你不是說我剛剛跟我說 這塊是國發院 我嚇一跳 不是 不是 我是說 應該不是吧 類似 類似 我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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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所以你剛剛太大驚小怪了 搶巧取豪奪人民的土地 變成國民黨的機關用地 變成國民黨的機關用地 然後轉手之間包裝一下 變成了民宅用地 建商的用地 然後賺很多錢 到現在還在吃黨產 也沒有信託 這不就是馬鞭九任內 一直到郝龍斌市長任內 一向良好的政績跟作風嗎 所以你們剛剛的大驚小怪 我就覺得好奇怪 太不了解國民黨的獨家專利了 對不對 我們比較輸 我們比較高興 你實在 妹妹 你觀察得越遠 沒有 但是我想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可以看得出來說 土地炒作 那後面的利益有多麼巨大 那麼我也像各位所講的說 難道只有一個林毅士 有多少個林毅士們 只有這一件嗎 後面很可能是整串的 這個政商集團 所以今天我覺得 特徵組其實 想把林毅士的案件是大案小半 而且可能是政案外辦 什麼 你說政案外辦 我已經對這間 就算你交通 妹妹 你是我學妹法律學 才有教這句話 我怎麼會 還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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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政案外辦 思雄啊 政案外辦也對 你台大到這裡 我們說一句實在 也不可以說每一間土地 如果卡到公家的土地 每一間剛才卡到公家的土地 就都有問題 你譬如說為你們台東區的報道 那為你們有什麼待遇 為了水利地 人家一堆家人大地 政府一堆兒子 這當然要讓公家的土地 寄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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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是說 這種 二十顆的裸鑽 我去想到就是抓你 我去想到 像這種案的博 柯真寺就隨著辦 說到 用給你說的檢察長的博文 一個檢察長的臨書案 如果敲就行就對了 林醫師 我算不用把你檢察長 幫你拜託整項 那裡面拜託兩項 你說絲瓦防牛更可怕 才有何志揮 何志揮這個 才有恐怖 檢察長不一定是防廟 人家法務部說 沒有檢察長去關說 人家法務部 法務部現在沒有說什麼 現在就是法務部說什麼 也不是特徵主說什麼 這種案 叫做選擇性的辦 白白一本筆記本 查出來 這可能有樓鑽 政商有 什麼有 法務部沒有 法務部就沒有 法務部說的 法務部是司法機關 有公信力的 有公信力就對了 法務部如果真的有公信力 不會說我們每一次 司法做出來的 民間的一個支持度 信任度 信任度 你每一個機關裡面 誰想到 司法 我告訴你 法務部對檢察長官說 他是立即幫他們否認 不過法務部沒有替警官官說否認 換句話講 法務部是承認有警官官說 對 法務部也沒有替校長官說否認 換句話講 法務部也是承認有校長官說 不然你為什麼只 只替 沒有檢察長官說他要否認呢 然後這一件 也沒有聽到否認 那也就有這一件 那這一件 有沒有涉及偵察不公開 這個時候 就無所謂 如果說到他們 檢察長人事案 立即否認 不過法務部是有公信力的 你要知道 明明我們的國家 沒有什麼醫療假釋這個制度 但是法務部可以說 我們有變相 這個就是變相的假釋 聽說法務部可以 創造一個變相的名詞 來變相的辯護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奇怪了 法務部才是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有一點問題 不過問題多大呢 我要跟大家說 問題大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來承認一下 我要跟大家說 特徵一般 特徵二般 說他們不會為了政治 真的嗎 這個值得大家深思 這個值得大家深思 封一下 後面要跟大家說 特徵一般到二般 到底他們在說什麼 我感覺這段 也是相當有趣 值得大家了解的一段 來 封一下後面 我們繼續